從台北橋下 那時候不是通常摩托車 都會一堆這樣子車流很大 然後有一次我們兩個就 我就讓他載 我在後座 但因為我也沒這個概念 然後他也覺得說 今天怎麼騎 就是上橋 今天怎麼騎起來特別輕鬆 都沒有車子跟一起要追 就是要擠什麼的 然後我們兩個就想說 好吧 那就聊天吧 我們就開始聊天 然後就聊著聊著 然後就一直聽到喇叭聲 然後我們也不以為意 就覺得可能 就是還是有車 就是喇叭聲很正常 當作一種背景音啦 然後我們就他就繼續騎 然後騎... 那喇叭越暗越大聲 背景音 然後我們就 我就突然間回頭看一下 我說 這條真的都沒有任何摩托車 有點奇怪 因為今天是平日 有點不太合理 在那個下午三點的時間 然後他就說 對耶 奇怪 然後我們就開始在 看到旁邊的環境了 因為前面聊天 聊得很忘我 我們都沒有看到旁邊 也不想注意旁邊的人事物 結果就看到 然後旁邊好像才是 那個摩托車車道耶 你剛剛從頭到尾 騎在那個 他騎摩托車 但他騎在汽車車道 難怪沒有人跟我們 爭那一條道路 然後就 摩托車就是騎過去的人都這樣 騎過每個人都這樣 一直回頭 然後說怎麼辦 那他就說 如果他這個時候 下去有警察就會被開罰單 是吧 那妳在上面 就會被開罰單還下去喔 對 所以我們兩個就想說 他就說不行... 我們要想辦法趕快把它移到 隔壁車道去 那我說怎麼移啊 因為我們兩個都是女生 不是有安全島嗎 就對 有一個隔著 那個高高的嘛 對 我也不知道那叫什麼 反正就是我們要把它移過去就這樣 那我當下想說 好 我們現在的目標 就是要 把車子平行的移過來 然後才能下去 然後兩人下來 然後下來之後 我想說 摩托車很重耶 那種一二五的 我說搬不動 真的沒辦法 你們還想搬 然後我就開始看有沒有人要放忙 結果果不起來 最後有一個騎摩托車的人 他就停下來 然後說 他說我看你們在那邊弄很久 也搬 然後後面都塞住了 就是大家都 因為我們下來 又佔更大的空間 然後那個男生就幫我們一起 把車子就移到那個 對的那個機車專用道 太太好了吧 然後才騎下去 然後騎下去我就說 天啊 你剛剛那樣子 好違規喔 但是我們也沒有 也沒有什麼解法可以下去 所以下去之後 沒有被開罰單了 但是在那個車上的時候 我就覺得好驚險喔 如果這時候我是賞金獵人 然後我在機車道或汽車上面 拍他的照片 原來這樣違規現在沒有獎金 可以的 沒有獎金了 沒有獎金可以的 但 還是有很多舉報達人 那為什麼那麼多人檢舉啊 因為 路人占用斑馬線 竟還狂妄大嗆瞎 右轉之後就發現一個富人 就站在那個斑馬線上滑手機 然後我們就搖下車窗跟他說 這裡是斑馬線上 你這樣很危險 結果他就說 他就大聲地罵我說 這裡是斑馬線 是我的路權 你這樣繞過我 我會檢舉你 好啊 我們有行車記錄信 那你叫警察來 然後他就對我 超誇張的喔 還是有很多舉報達人 那為什麼那麼多人檢舉啊 因為看你不爽 不爽 好險我沒有被看不爽 我記得這種好像是你要叫 拖吊車來拖下去 你不可以騎下去對不對 如果你是在國道的話 就是開進 可是如果在一般 一般這種橋的狀況之下 對啊 在橋上 現在目前的 目前交通部那邊的說法是說 你就慢慢騎下去被開拔就好了 因為你停在那邊 反而多開一張 那你知道這種有進階版嗎 比如說我騎機車了 剛換買第一台車的時候 我把汽車騎到機車道 我也有這樣 一開始剛剛好對不對 汽車開到機車的 就在賣帥橋上面 賣帥橋前面剛開始的時候 汽車跟汽車道是一樣寬的 然後轉上去之後我就 順順順 然後越開越小 越開越小就停住了 然後後面打 我就只能打 閃雙閃 然後就慢慢倒車 我那超級難倒車 對 就只能下來說抱歉 抱歉 我剛買車不好意思 那個真的很可怕 好可怕喔 而且那倒車很考驗技術耶 所以我也吃三寶耶 你不要考了 我不考了 因為你的醫藥費可能比 買車還要費 你醫藥費可能比買車還要費 不是賠償金 賠償金 算了啦 好 我跟智希一樣坐車就好 就像現在的 為什麼酒駕越來越少 就是因為 對 所以不要啦 不要動了啦 我呢其實有遇過很誇張 但我先講一個 我今天早上遇到超生氣的 就是停在那個紅綠燈對不對 然後綠燈了 不是車子就要走了嗎 然後前面不是機車隔嗎 機車應該要離開對不對 然後那機車就一直不走 叭叭兩聲他轉過來回我說 外送員 我覺得這次常常遇到這種 外送員也很多人 我在接訂單 所以是怎麼樣 沒有 他就不走啊 可是照理來說 在引擎還在發動狀態下 他是不能這樣子用手機的 原本 原本這個規定超級扭曲的 他說不能手持 所以可以放在上面滑 原本是這樣 後來當然就解釋 把它全部修掉啦 就變成說你都不能用就對了 所以像這樣子他其實 他其實也可以去檢舉他 你拍下車好了 可以了 然後確認是綠燈就好了 不用 只要引擎在發動 紅燈也不能滑 都不行 你應該是要先騎到路邊 去停好車 停好車 好 然後我自己是在這個 我在北京拍戲的時候 然後在那個三環那裡 在快速道上 鬼切就形容它那個車速很刁鑽 可以從車道這樣亂切嘛 那我那時候在三環上面 然後我就突然覺得 咕嚕咕嚕 咕嚕咕嚕咕嚕 屎在滾 就是塞著滾 真的是塞著滾 我說師傅 待會下一個交流道 只要能下去的時候 掃個廁所讓我上 哪怕是那種茅厕都行 我真的快不行了 我真的 因為我講塞著滾 他聽不清 我說我快出來了 對 他說 他一定也很緊張 對不對 他沒有緊張 他是很好笑 那當下我還記得那畫面 他在開車他轉過來看我 然後露出一個 縫低鎖 在玩蜜觀童裡面的那個眼神這樣 然後我看到你眼神 就交給我 交給我 還沒反應過來你眼神什麼 就突然這樣 他要從脆軸道直接 切到最右道 然後完全沒有在管後面的車 啪啪啪啪 然後切到最右道的時候 我以為他只是要下交流道 沒有 他停下來之後 前面沒有交流道 我說師傅 怎麼了 他說 我們都是這樣上的 去吧 兄弟 還一副內容就我們 你不用遮蔽物嗎 沒有 他說一副內容 好像幫我解決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我說不行 我才不要這樣上 他說我們都這樣上 快... 我特別幫你這樣 找一個好地方 快點 幫你找一個好地方 當然我沒辦法 因為我覺得太可怕了 而且一下去那旁邊車速度非常快 所以我就一路我說 沒關係 你繼續慢慢開 我忍到下面 應該拉出來了吧 其實 對 拉出來也會因為 是他那個鬼切嚇到 鬼切那順子應該就有點露出來了 對 他們有一些變換車道的人 是真的沒有趕後面有沒有車 也沒有打燈喔 也不打燈就直接那個 這個真的 我的天啊 我覺得你開得慢或是什麼 沒有關係 但是你該 該用的交通語言都要用 打方向燈啊 然後變換車道前的怎麼樣 SOP基本動作 都要有 但他配結的交通語言 表達得還滿精神的 沒有 尖叫 開車的人在到路口之前 他有規定一個距離 一定要先打方向燈 你不能一到 打了就走 打了就走 可是那個距離超長 三十公尺 對 你這麼遠的時候就講喔 那到那邊賣接什麼 說不定有些路口 都還沒三十公尺你知道嗎 沒事你不會先開車 對 你沒時間讓我打最長的 來 那聽一個 沒開車的 申智希 來 我的是 班馬縣上滑手機 就是你嗎 當然不是我啊 我怎麼會做到這 這種人真的很討厭 你是走路的 你怎麼會討厭這種人啊 不是 我是坐車的 坐車的 對 他坐車經驗很豐富 專門坐車很多人 他專業很豐富 他是專業的坐車人 我現在覺得有一個很大問題 因為現在不是都說 班馬縣要停讓路人 我覺得這個很好 但是現在開始很多路人 會開始 走路就滑手機 他完全沒有在看路耶 對 這很可怕耶 他就是一個 然後有一次 省主牌啊 省主牌 他害自己死掉就算 但撞到他的人 還是會有刑罰 還是會有一些責任嘛 然後有一次呢 我們就是坐車強強載我 我們要右轉 右轉 然後那個就是 班馬縣 但他沒有耗製 他是閃黃燈的那種 然後右轉之後就發現 一個富人就站在 那個班馬縣上滑手機 然後滑... 我們就在那邊等著 我們有停讓喔 我們又在那邊等了幾秒 發現他沒有要動的意思 按喇叭呢 就還沒有按 我們還沒有按 我們想說先等他 看他會不會過 就發現他也沒有要走的意思 想說他應該是在找路 看搜尋 那我們又再等了一下 發現他也沒有抬頭 他就繼續滑這樣 他就想說不對勁 他是不是不知道 自己站在馬路上 我就有點替他擔心 我們就按了一聲喇叭 提醒他就啪 結果他就這樣 他就站這邊 我們就慢慢的 有點切到對面 這樣子繞過他 然後我們就搖下車窗跟他說 這裡是班馬縣上 你這樣很危險 結果他就說 他就大聲的罵我說 這裡是班馬縣 是我的路權 你這樣繞過我 我可以檢舉你 繞過他也要檢舉 然後我就傻眼 我們就說 可是你站在班馬縣 班馬縣是讓你走的 不是讓你站在上面滑手機耶 然後他就說 我就說好啊 我們有行車記錄器 那你叫警察來 然後他就對我比了一個 對妳比了一個中指 對我比了一個中指 超誇張的 來 這怎麼辦 我現在滿肚子氣耶 這個東西其他你有錄到的話 那就告他公安侮辱 還滿划算的啦 那再來就是 你要不要等他要 可是你要把他繞過去的話 你要千萬記住 要離他三公尺以上 那我就切到對象了咧 那就不能 那真的不行 基本上都要從路人的後面走 基本上 原則上 車子一定要從路人的後面走 不能從街面走 然後尤其他有一個車道 反正就是 距離他一個車道就對了 警衛這樣子 他如果錄了 他自己錄的影片 這個路人的影片 他可以PO他自己的社群 或是公開 不行 原則上可以 因為個資法是規定說 如果你在路上拍到 然後沒有把他的名字 打出來的話 那些東西 那些個人指標是可以使用 後續的肉搜 都是後續的事 後續肉搜 肉搜合不合法 是肉搜的人的事情